电机上面常用的这些温度保险和温度开关 很多人都分不清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之处 今天视频呢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就能很快的明白 到底什么样的是温孔开关 什么样的是温度保险 其实呢像他们两个是有完全的区别的 根本都一点不一样 首先来看我手里面这几个 这个呢是电风扇里边的一个温度保险 而这个呢我们再看 像这个还有手里面这个小的金属的 他们两个呢一般都是使用在电风锅里边的温度保险 这三个呢都是温度保险 其实呢这两个是温度开关 温度开关呢它也叫做温孔开关 一般呢都是长臂型的 我手里面你看这两个都是长臂型的 长臂型的就是在默认啊 就是在常温的情况下 这两个角默认是导通的 包括这个也是一样默认它是导通的 但是它导到一点温度以后呢 它里边的基础角就断开了 断开之后这两个角它就不导通了 当温度恢复到常温以后 它这两个角它又导通了 它是可恢复型的 断开以后可恢复 而这种温度保险呢 当它默认上它们也是都是导通的 两个角都是导通的 但是呢如果达到一定温度以后 它就熔断了 熔断之后这两个角就不导通了 等温度恢复下来以后 这两个角它也是不能导通的 也是断开的状态 所以这种啊是不可再恢复的 然后呢给大家来做个实验就明白了 首先呢我们看啊 像这种啊 这个也是温孔开关 你看这有个105度 说明啊就在给它加热的时候 如果温度达到105度的时候 这两角就断开了 这是一个长壁型的 我们来做实验 首先呢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就是用一个 一只18650锂电池 然后呢这儿接一个小灯珠 给它串联在这个电路当中 我们来做个实验 就能很快的明白 温孔开关和温度保险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之处 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看 你看接上去后呢 这个长壁型的 默认在常温的情况下 它是导通的 你看这个小灯珠 它就亮了 是吧 然后呢用个打耳机 我们给它加个温度啊 当它达到一定温度以后 它就会断开 我们来看啊 打耳机烤一下 观察一下 这个灯珠 听到里面有吸合的声音啊 咔大一声 然后呢你看就断开了 这个灯珠啊 它就不亮了 等着温度下降了以后 当时你看这个灯珠 它就会再接着再点亮 我们稍微等一下 听到里边有咔大 有吸合的声音 你听 你看这个灯珠啊 它就点亮了 点亮呢就说明啊 这两根线 它又导通了 这个呢就是这个温孔开关 它的一个工作方式 它的一个特性啊 而这种温度保险呢 一旦它断了之后 它就不会再导通了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区别